3月17日晚间十一时许,急案分局接获医院转报有刀伤案件 警察17日晚间,诚信被害人等三名男子相约在南华村公邀饮酒 一言不合发生肢体冲突,陈南遭涉嫌人持菜刀砍伤手部、颈部 由在场友人送医救治,无生命危险,案发6小时 专案小组循现逮捕年约37岁的涉案男子 查扣菜刀一支,全案依刑法杀人未遂,移送侦办 双方因国际战争的时事议题意见不合,各有坚持 因此引发了口角及肢体冲突